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千古 你可别忘了 你是有把柄在我手上的 你以后见到我可别那么嚣张了 还要下次 就不是跪着这么简单了 你慢听 你敢欺负古堂 唐宝 啥管闲事 唐宝 这事你不用管 不行 欺负古堂 这等于欺负我 是他最近愿意跪在我面前的 不信你问他 欺负我骨头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我跟你听了 花千古 爹 你 弥漫天 你敢伤害唐宝 别说我 就连你师父也不会放过你的 今天放过你 下回 没那么简单 来 骨头 发生什么事了 你伤到哪儿了 让我看看 哎呀 骨头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是不是关于补冤定的毒啊 要不然你能有什么把柄落在你漫天手里呢 你就不要再问了 哎呀 骨头 这 怎么会到现在呢 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啊 世尊如尊道 好 各掌门请坐 上次多谢尊尚出手相救 听闻 自上次一战回来之后 尊尚一直闭关不出 是不是受伤了 什么 尊尚受伤了 尊尚会受什么伤啊 诸位多虑了 此话一切安好 不许多虑了 感谢各位抽空 来参加我长流的仙剑大会 近日来 七杀蠢蠢欲动 尤其在沙千墨 还有善春秋的带领之下 势力日渐强大 反观咱们大家 派系虽多 却不能融合在一块 依我着见 咱们各派应该屏出门户 共抗击杀 尊尚说得是 此凡若不是尊尚出手相救 我玉卓峰早已不保 尊尚 玉卓峰愿听您调遣 人品尊尚调遣 人品尊尚调遣 各位掌门远道而来 舟车老顿 想必辛苦 待会儿先回去休息一下 等到仙剑大会结束之后 咱们在一起共商大计 师兄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先回去了 子华 你可曾想过 若各派联盟 谁来执掌 师兄不必担心 如果我们可以让各门派团结一致的话 谁来执掌都一样 无论我如何看待名利 但是能执掌这个联盟的 必须是德高望重的人 我担心的就是你把这一切都置之度外 此非名利 而是对各派的责任 我觉得有必要的时候 必须你亲自执掌 师兄 你这又是何苦呢 你明知道掌门师兄 向来不喜欢这些事情 可是我想来想去这联盟当中 非此话没有第二人选 师兄 我突然有个非常高深的问题 要请教你 来来来 师兄 怎么样 师兄 你的毒越发严重了 你说一直这样下去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你真打算这样一直瞒着大家吗 生死由命 若我心事之后 你就对外宣称 我练功练到走火入魔了 师兄 师弟 我有一事相巧 你说 我走之后 帮我照顾好小谷 师兄的性格你是知道的 只怕他是容不下小谷 所以你一定要帮我好好地照顾他 你以为这样能护着花千谷吗 倘若你真的先是 以大师兄的性格 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到时候 如果他知道你的毒 和花千谷有关 那你觉得花千谷还能安置若胎吗 不过我倒真想看看 若你真有个三长两短 又让他知道 我和你一直都在瞒着他 他一定会把我身吞活剥了 你放心吧 我会尽我所能 我会尽我所能 去保护他 爹 爹 天儿 来 我的闺女 来来来来 让爹好好看看您 这小脸这么轻瘦 难道是他们长留给我闺女受委屈了 没有 爹 我可是您的女儿 只有我让别人收起的范 这才是我的闺女 坐 来来来来 坐 累坏了吧 爹 我之前给你写信说的那个事 怎么样了 天儿啊 你怎么会突然想起要学正牌的禁术啊 难道是他们长留有私心 不交给我闺女最上乘的功夫吗 不是了 只是我想自己多学点功夫 而且您也说过 记得拨押身吧 不行 因为这蓬莱禁术 自本门三十二人掌门以来 就严禁门内人修炼 因为禁术过于阴狠 不是正道之物 若非到生死关头 是万万不可以使用的 爹 这龟就是死的 人是活的呀 只要您让我修炼 我一定让蓬莱在各拍面前 娘没吐气 不行 此事非同小可 绝对不可以轻易修炼 天儿啊 爹此生就只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希望你每天都能快快乐乐地生活 不 况且 这也是你娘 临终的遗愿 爹 求您了 不行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不可以的 可以的 一定可以帮师父找到解药的 一定可以帮师父找到解药的 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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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算了 算了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能够 来 已经是第六十了 这桃花歌日日送来 师父却碰也没有碰过 真不知道师父身上的毒怎么样了 你怎么又来了 我 我是来送桃花耕的 师父 你把师父说的话当耳边风是吗 不是的 师父 弟子真的没有办法了 弟子不想离开师父 师父 终于把您给请来了 来 大家请坐 好 请请请 他怎么还没来 快去看看哪 师兄 应该还在闭关吧 我看就不用去请他了 你直接来主持不就行了吗 仙剑大会乃我长留盛世 岂可如此轻视 是 如果连掌门都未能出息 那让各派如何看我长留啊 我定去看 我去 你 现在就去啊 去 来 来 师父 你这是在干什么 你是在威胁我 你是在威胁我 弟子不敢 我已经说过了 以后不会再拿你的毒作药 你走吧 师父 师兄 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来了 大师兄执意让我来请你 去主持仙剑大会 说免得各派非一段流长 好吧 那走吧 师兄 师父 师兄 师父 你就喝吧 我怕你身体撑不住 万一被师伯看见 被中掌门看见 你身体这样的话 师父 你听话 师父撑得住 师父 到底我怎么说你才肯喝呢 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 也要为天下众生着想啊 师兄 你这到底行吗 师父 你就喝吧 你 诸位 长流一年一度的仙剑大会 马上就要开始了 此番比试 亦在同盟之间切磋武艺 需点到为止 不可伤人性命 此番选拔 亦在为长流一脉 挑选长流掌门储位 也是为长流各派选拔人才 共匡正道而举行 我宣布 比赛开始 第一场 白子化门下弟子花千古 对朕 落十一门下弟子已漫天 开始 2 3 二 4 4 4 5 真没想到 你这尊手居然用情如此之势 我都快要被感动死了 好听啊那条狗啊 好久没有人逗我开心啊 你说我接下来应该叫你做些什么 对了 那只成天缠着我师父的臭臭 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 倪曼天 你花千古今是今日的法力 怎么和倪曼天僵持这么久啊 你说什么你在凶谁 你可别忘了 你还有把柄在我手里 你到底在顾虑些什么 真是好笑 你以为我这样就会放过你吗 我这就把你的丑事说出去 快点 倪凳 我 我 你 你 所以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 骨头 唐宝 不要冲动 掌门 打得好 打得好啊 天儿 不愧是我泥圈杖的女儿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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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倪曼天明已经输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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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居然为了求生动了杀鸡 为是平时怎么教你的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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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师父 别过来 小谷 王妃这么多年在陪你 你居然在仙剑大会妄动杀鸡 我怎么会教出你这个孽障 师父 弟子再也不敢了 师父 求师父原谅 你自己好好反省啊 师父 师父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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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子之错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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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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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水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求你原谅小谷吧 师父 小谷以后再也不改了 师父 师父 小谷 错了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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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知道错了 师父 小谷知道错了 阿嬷 师父 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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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师父 我错了 师父 我错了 对不起 师父 对不起 师父 我错了 你就这么忍心啊 让他昨晚一直那么跪着 对不起 明明不忍 又何苦强撑呢 他妄图加害同门 按照长流律令 命当处死 千古 向来性情善良 从不伤害别人 这世人总有一念之差吧 何况 我觉得其中必有隐情 有隐情就可以随便杀人吗 你这话是在问我 还是问你自己啊 你心底里是相信他的 现在只是在气头上罢了 可他都已经跪了一整夜了 你这气也该消消了吧 他现在怎么样 谁 他 他是谁啊 伤止住了吗 明明很关心他 却还让他一直在门口跪着 我是怕他再这么跪下去 那血也能把你这绝情殿都给淹了 别的不要紧 我肠里的花花草草可就要遭殃了 我把他拖进了兵室 血冻住了 已经流不出来了 也省得在这门口啊 碍你的眼 师父原来总说 我们三个兄弟当中 你是最随性淡然的一个 其实你是最有原则 最固执的一个 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千古实在没法留在你身边了 子华 我知道你在骗我 你的毒根本就没有解 我用补原鼎给你炼的解药 你把它服下吧 子华 师兄 我看你真的是犯了桃花结了呀 而且是终生的 一个刚走一个又来了 这样 我出去帮你挡住 不必了 该面对的 终究要面对 子华 不管怎么样 你还是将解药服下吧 子华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你不能拿自己的性命来做培养 子华 我说过 我说过 我的毒早已解了 那可是不原鼎之毒 你要我说多少遍 我身上的毒 早就已经解了 子华 你我一同修道千年 我一步步看着你 堕入深渊 贪凡之死 看着你堕仙 我却无力挽回 为何 你为何执念如此之深呢 你问我 你问我为何如此执念 那你自己呢 你为了一个花千古 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 花千古是我的徒弟 用我的命 换他的命 有何不可 他当真只是你的徒弟吗 从一开始就不是 你明明知道他是你的生死结 却将他留在了长流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收他为徒 你问问自己的性命 他 他当真只是你的徒弟吗 子萱 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若你愿意的话 我给帮你重返正道 重返正道 这一切都已经完了 太晚了 你一定不知道 直到相似了无异的心境 也不知自在飞华皆似梦的悲凉 你更不知 明月下西楼的煎熬 明月下西楼的煎熬 子萱 你我同时修道之人 又何必为这些俗士困扰呢 我会说 多少年了 放下执念吧 看到你子凡人不人 鬼不鬼的样子 难道真的无法回头了吗 你等朕说得如此轻松吗 我回不了头 你走的路又都是对的吗 我曾经经历的 你都正在经历 我来 原本只是想 替你解了补原炳之毒 不论你有没有解毒 我把药放在这里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莫要让花千古 变成如今的我 这天害怕 我 Kranken 谢谢大家 你照顾也是 对我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师父 求求你原谅小谷 不要不理我 我问你 你为何在鄙视的时候下毒手 师父教你法术 不是让你用来杀人的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弟子只是一事求生心切 弟子再也不敢了 师父 你当师父瞎了吗 在鄙视的时候 你屡屡退让 却在重要关头下了毒手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隐情 你跟师父交代清楚 我 我 师父 弟子知道错了 弟子只是一事糊涂 我再也不敢了 师父 求你原谅我 师父 你不要不理小谷 平时做饭的时候 你连只鸡都不敢杀 却在一场赢定了的比赛 对同门下毒手 你是这么不相信师父吗 我没有不相信师父 你还 师父 师父 我扶你坐下 师父 你可是罪 华千古 你残杀土门未遂 按长流盟归将你逐出长流 不要 再也不许你踏入长流半步 不要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弟子再也不敢了 我不要 我不要你跟长流 我不要 我不要 你可是罪了 你可是罪了 按长流盟归将你逐出长流 师父 师父 弟子知错了 弟子再也不敢了 我不要你跟长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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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我错了 师父 你 华千古 比试的时候 你居然想杀了我 我已经按照承诺 在仙剑大会上 输给了你 把军部还给我 原本 你只要在仙剑大会上 乖乖地输给我 我就会放了你 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可是你居然想杀我灭口 没话说了是吗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你的狐狸尾巴到底藏哪儿了 既然你为了他要杀我 那我就利用他 好好地回报你 折磨你 住手 滚 你不准走 唐宝 骨头 让他走 骨头 你没事吧 东风 你怎么憔悴成这个样子啊 我的宣布被霓漫天给偷走了 他威胁我 我才在仙剑大会上想杀了他 但是 被师父发现了 什么卷捕啊 什么事情严重到要受他威胁 甚至想动手杀他呢 因为 因为他知道了我的一个秘密 秘密 什么秘密啊 不想说就不要再说了 那你放心 这件事我一定会帮你解决的 不相信我 骨头 要不你就告诉东方吧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算了 别老愁眉苦脸的 你看 都快变成老太婆了 笑一笑 你怎么会来啊 那个 这 长流也算天下第一大派嘛 这次仙剑大会 也会决定下一届长流掌门的人选 所以朝廷就派我过来了 怎么 长流的决定也会影响朝廷吗 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吧 虽然长流之前一直避世于外 不干涉朝政 也不干涉皇宫内部权力斗争 但是长流的态度是每一届帝王 都非常在意的 原来这么复杂啊 那朗哥哥呢 他如今已经不是孟玄朗了 他在学习做一个好皇帝 清水呢 清水 自然是乐不思蜀了 虽然孟玄朗亦不在他 但他也不强求 只要能留在他身边就好 所以 应该是开心的 嗯 那就好 希望他们可以幸福 幸不幸福 都是自己争取来的 最起码清水就是最好的离子 谁 你对我做了什么 莫非是花千古让你来杀我的 不过 先见大会之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我早就用法术把军部给藏起来了 若是我死了 他便会自己飞到尊尚和世尊的手中 哼 把嘴张开 把舌头伸出来 把舌头伸出来 哼 把舌头伸出来 哼 我亲子 算你狠 我你漫天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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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到底是为什么 卷布在哪儿 休想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就在柜子里的首饰盒里 告诉我 以后不会以任何方式 告诉任何人花千古的秘密 我以后不会以任何方式 告诉任何人花千古的秘密 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今天晚上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 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今天晚上在这里发生了什么 真是乖啊 以后这些就全部进入你脑子了 你想说也说不出来了 告辞 对了 我们家骨头身上的伤 是你害的吧 你怎能这样 同门师兄妹要相亲相爱 以后不准这样了 你 这长流 还有你去不了的地方吗 怎么 你会因为这个把我处死吗 易秀军 你不用再隐瞒了 我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你知道又如何 你最好当着花千古的面 杀了我 听手吧 让这一切恩怨结束吧 东华不知去向 谈凡惨死 无垢自杀 自寻堕仙 而我 却身中五元顶的毒 无药可解 这一切的恩怨 你是不是该放下了 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 他们 没有一个是无辜的 你千方百计带小谷来这儿 为的不就是今天吗 小谷生性纯良 你怎么忍心一再欺骗他 隐瞒他呢 等我死后 带他走吧 你在说什么 我死了之后 你要尽你一切的能力 好好地照顾他 不要再让他一个人 孤孤单单的了 白子华 你永远都是自以为是 你别以为你说了这些话 我就会放过你 这几日 我会将他逐出长流 长流 已经不适合他再待下去了 我会将你灵弃的火 那一天 你不在哪儿 如果我会将你毒架 你不去死定了 你不得了我 我会将你干什么 那你灵弃的火 我会将你灵弃的火 你不在那儿 你不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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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的锁 跌入这温柔漩涡 千丈风波 万般蹉跎 经意都不曾变过 一世千般 地面成活 还只一一错再错 一生之间 一生死生 分碎成魔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了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运捉弄 来世今生无处造作 不是不可说 是我不敢说 一不一来想 一不一伤心 一不一切难化作 飞蛾扑火 因为爱上你 我才成了我 共鸣沉默 爱上你爱上了错 是了你失了魂魄 可笑命运捉弄 沉默